云南白药气血糠 之物不易改善神卷乏力 云南白药气血糠口服业 邀请您继续关注开奖了 据说欧洲人见面都特别喜欢聊天气 您觉得今天天怎么样啊 哦 it's very nice because it's not so hot but it doesn't matter how you get wet 我刚才坐在那儿我的鞋给洗得干干净净 裤子全给洗干净了 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 有很多的网友通过网络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首先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 来看一下网友给您提的问题 您好马克思先生 请问您如何看待金融男这个词 请问您如何看待金融男这个词 首先我必须说 我没有看待金融男因为 我设计的标签为金融男人 我设计的标签是非常特别的 我认为我的经历是 你需要非常非常弱的角色 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钱 如果有些人遇到这样的钱 如果有些人遇到这样的角色 它们可能发展在错的角色 然后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网友 在金融业业 当然因为钱是关系的 大家都在关系 它们一直在纪念中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预定 要抵得住诱惑 内心要非常的强大 面对诱惑的时候 自己必须有准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第二个问题 就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在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 经常会追逐一些热点 你比如说现在大数据流行 人工智能流行 很多人就会放弃 自己本来可以学的很好的专业 从而转投这些行业 但其实到了这些行业之后 它并不一定能够取得 自己预期的成就 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如果我看过我的科学 我学习在学习 如果我做了我的第一个书 找 有一些提供 我真的可以用 了什么我学习在一学 它让我成为了解 我继续不会继续在学习 所以我参加了 我参加了 KPMG Management Consulting 然后在三个年轻人 我叫做OK I don't like it so much. I want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And I joined the exchange business, and the exchange business was obviously so interesting that I was in that for 24 years. But I can only encourage people to to give it a try. Because maybe later on you say, Oh, I had that opportunity but I didn't take it 因为我认为这种疲惧 所以请用这些机会 作为年轻人来讲 在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 其实你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 机会也多 而且社会越来越包容 文化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 你们有更广阔的天地 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才华 接下来是现场观众 小纸条写的问题 有一位观众非常关心 您最喜欢吃的上海菜是什么 最喜欢的上海菜是 我永远忘了名字 是那个鸡 它看起来 它看起来有甜和酸的 你知不知道吗 臭鲑鱼 松鼠鲑鱼 怎么我脑子里会想到臭鲑鱼 您尝过吗 臭鲑鱼 No but I have tasted stinky tofu 臭豆腐 皮蛋您尝过吗 No I haven't No 我们现场有吗 谢谢 还玩笑 接下来时间 我们交给现场的几位 青年代表 马克思先生您好 三老师好 我是上外的王立茴同学 我是外语专业的 所以我特别好奇 您就不打算学中文吗 马克思先生中文不错 能认识出口两个字 I must really say that I'm very sorry for that I was so lazy not to do it so far As I said I started learning it with an app of course on my mobile phone It was interesting But I never used it here in Shanghai And so at the end because my business language is English we have to negotiate with our membership all the colleagues from Shanghai Clearinghouse I'm dealing with they speak English So it is there is not this real pressure that I do it I'm really sorry for that 您现在会的中文词 大概有多少个 你好 然后呢 再见 When I receive a call I said Wei Wei Oh Wei Then my counter party is talking Chinese to me What should I do Wei 你好 再见 我再教您一句 打错了 但是我觉得您从事金融工作 数字对您来讲 应该是非常重要 就中文从一数到十 这个您学过吗 一 二 三 四 I can only know a 零 Zero 但零是很重要的 因为对于金融行业来讲 往往看一后面跟了几个零 确实好像很多外国人 觉得学中文很难 其实我前几天还在 跟我们学校的一个 外国来的教授谈这个事 当年他为什么学中文呢 是因为他在搜索 说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是什么 然后好多网友都跟他说 是中文 然后他就觉得他要挑战一下自己 结果挑战不可能 结果挑战了十几年 现在还会说一点上海话 对 很厉害 现在世界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 像我外语专业的话 很多人都说 现在都有人工智能了 还要你们翻译干嘛 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担心的 您刚才也提到 像金融行业 其实也是风云变化 那想请问您怎么看待 现在这样的一个 时代变化的速度呢 你必须要注意到 要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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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常见 你会看到 新增并出现 然后 有些年轻人 它已经消失了 如果您一直 会在这些新发展 这会让您非常忙碍 所以 我会说 如果有些新发展 如果有些新发展 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 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中年人都存在一种知识焦虑 就是总觉得知识更新的太快 好像自己几天不学习就会落后于时代 您会有这样的焦虑吗 您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年轻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呢 不断地从身边的人身上去学习 谢谢马克思先生 谢谢三老师 我到了中国的时候就感觉吃的出的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这里上海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对我来说很快 就需要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打算就在这里上海工作生活 但是我就有一点一点点点点担心 因为我做一个留学生不太知道外国人在这里工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上周拍了一个Vlog 中国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国家 我在这里留学的时候就很好奇 其他的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有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今天的Vlog就是去采访当中 我们走吧 我工作这里 我学生 我本来就是你们大学的留学生 我其实我邀请了朋友 我来到这里 我其实喜欢它 我叫你一个美国人 我做 Really fast So it's really fast Everything is fast Everything is efficient New bars, open-end, new restaurants So yeah, I never get bored of it after eight years It's like the New York of Asia probably And yeah everything is so convenient and cheap Whenever I go back home I'm like it's so expensive Well, the transport is really good 你也很喜歡的外人 如果給我一個很好的外人 中國人們都很友善 所以我可能會更友善 我自己的婚姻 好,很棒 我很開心 你很獨自來的 你很獨自來的 你不想去跟這 你只需要去跟這 先來 很自信 我感覺到每一切都很便宜 所以當你爭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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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爭奪 我爭奪 剛才爭奪了很多很多外國人,然後我們今天的家庭也是外國人 所以呢,我想問,您來中國工作以後,由於文化的差異,會有困擾嗎? 沒有,沒有,我沒有,但我必須說,我已經認識到工作的環境 所以我的預測都很認識我 作為一個外國人,你可以做幾乎所有的網絡 如果你有網絡,DD,SmartShanghai在你的手機上 您在上海已經結束了,非常驚訝 上海非常不錯,很發達 所以我現在我覺得學習中文對我來說是最有好處的 但我覺得你完全不用擔心,你中文這麼好 馬庫斯先生一句中文不會 在上海都生活得這麼開心 你現在不是在這裡,中國生活嗎?工作嗎?覺得很舒服 那你會推薦從來沒來過這裡的外國人 讓他們過來這裡工作嗎?過來這裡生活嗎? 當然,當然 但他們要先進行覆蓋 之前做最後的決定 我認為你不能從遠離去 只要在網絡上網絡 還有一些影片 所以你必須在這裡 讓你能夠感受和感受 假設我是一個從來沒有來過中國的外國人 如果您要是向我推薦上海三個理由 它是一個非常正常的城市 你能夠工作 但你也可以很舒服 非常好在這城市 你感覺到永遠安全 在這城市 人們都很友善 很友善 如果我旅行動 我永遠都會有這種情況 讓我恐慌 讓我看到有危險 或是一些奇怪的人 或是一些奇怪的人 其他地方的不同 其他地方的不同 中國也是現在世界上 安全度非常高的一個國家 你可以放心地在這個城市裡 去享受你的生活 我也是這樣感覺 當然我們還有松鼠鮭魚 這也是個好理由 謝謝老師先生 謝謝 祝你學業順利 趕快搞清楚自己 到底什麼時候畢業 下一位 你好馬克斯先生 你好 其實我之前有見過您 在輪度是吧 因為我每天上班 我都是做這個輪度 之前在網絡視頻上 注意到一個細節 您手上有一張小的公交卡 我想知道您是來上海 多久以後辦了呢 我買了這個 很快 我買了這個 很快 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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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快 我也在網絡 我也在網絡中 我昨天在網絡中 我昨天在網絡中 很熱 在網絡中 而且在網絡中 沒有空氣 所以你會在網絡中 很熱 如果你在網絡中 你會在網絡中 其實說了這麼多的公共交通 我們從剛才您演講的地方也好 從之前有一個視頻也好 您其實還是對輪度特別鍾情的 您有了解過上海的人度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嗎 沒有 我很興奮 我沒有聽過 其實上海的人度 其實大概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它最早開始是在1911年的時候 就已經建立了 在20年前的時候 其實大家通往浦江兩岸的話 其實都是經過人度去破江的 當然現在跟以往不一樣了 因為上海畢竟日新月異 渡輪之前可能是上海的一條生命線一樣 大家都要通過這個去進行工作 進行生活 現在可能更多的像是一條風景線一樣 因為有很多遊客 他們會來上海以後 發現有渡輪會去嘗試 所以從一個輪度的變化 你也能感覺出一個城市的發展 對 還有一件 我覺得和馬庫斯先生非常巧合的是 其實今天晚上 我就要和我的妻子一起去德國玩 你的德語怎麼樣 我完全不會說德語 出口不認識吧 認識 然後見面打招呼 見面打招呼 我不太了解 hello is also very common in German but guten tag 再見 auf wiedersehen but everyone understands 拜拜 德語說起來是比較硬的語言 就連德語說我愛你 聽起來都非常的 powerful ich liebe dich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馬庫斯先生 您如果看待 就是中國留學生 走到外面去 外國的留學生 來到中國 這樣雙方的一些文化的交流呢 本節目由金紅魔法冰箱贊助播出 金紅冰箱給你健康 if you are a foreigner coming to China and you study here in China is you shouldn't disconnect your roots to your home country because I think mainly you can be beneficial to your companies 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your home country 無論你是去國外工作 還是國外的朋友到中國來尋找發展機會 最終其實都是能夠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 那麼最後問您一個問題 您也說了這個西方文化當中 人們的坦承交流非常重要 我想問一下 如果讓您代表所有生活工作 在上海的外國人 提出一點你們覺得不滿意的 在上海 一件事情是誰 My experience is that a lot of things which were cumbersome at the beginning like transferring money overseas like immigration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y have improved so much I can use the e-channel I'm so fast at immigration now here It's amazing Bank transfers are now much easier possible so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what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when we have new hires so this first visa process for foreigners that is really cumbersome but it's understandable it's always the first time it's difficult but the second time it's very easy and smooth 所以未來人才的流動 文化的交流 還希望有更加順暢的通道 今天我也看到現場 有不少的 來自國外的 我們的觀眾朋友 特別誠摯地告訴各位 今天的中國 是一個開放的國 我們敞開胸懷 歡迎不同的文化 在這裡碰撞交流 歡迎大家各自來分享 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 而我們也期待著在未來 為你們以及你們的家人 講好中國的故事 謝謝你們 感謝各位收看今天的開獎 也再次感謝馬仕士先生 給我們帶來的精彩開獎 下一期節目再見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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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採 採訪 採訪 採訪